这一台B3的非电机 如果我们要更换这个 更换这个里面的单向轴层坏掉 我们要更换这个单向轴层 第一步的话 我们先是把这三条连杆给它拆掉 拆掉三条连杆 这个位置我们就清空了 这个位置清空的话 我们其实是要把这一个 就是这里面有个连接的 这里面有个连接的 这里面是有个连接套 对 这个连接套 其实我们是要为了把这个连接套拆松 然后这条杆从这个座子 这条杆 这条杆 然后从这里推出来 它推出来B3的话 会有这一个东西挡住它 那我们就要把B3的话 就要把这个拆掉 好 这里是B3这个座子的话 是有两个螺丝嘛 好 这一颗螺丝 这一颗螺丝 把这两个螺丝拆掉 这个座子就可以拿了 好 我们刚才把这个座子 包括这几根连杆拆掉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一条链条 连接底下齿轮这个链条给它拆掉 好 那链条拆掉 我们一般来说在底下 这个链条的话 它是连接到底下这个尾密轮的 我们就把这一根链条给它拆掉 这以后我们在上面 在上面把这个链条 给它拿掉就可以了 把这个链条拿掉 链条拿掉我们这里就等于清空了 好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拆 把这一边 这一边上面里会有两颗螺丝 好 这里会有两颗螺丝 好 把这两颗螺丝松了 我们再想办法把这个轴给它拨动出来 好 要松这两颗螺丝 那我们的黄滑呢 是用想办法用一个东西把它卡住 好 这边的话 如果有人可以帮我一个力 这边也带一个力 这一边有人用手帮忙抓住一下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 我们把这一个短的扳手放进了这个螺丝内 我们可以用这个 就像这样子的 给它卡在上面 这样子的话就比较用得起立 好 这样 这两颗已经松掉的螺丝 我们要多松挤 确定它完全脱离轴 确定它完全脱离轴 但是完全松掉以后 多松挤 它要与轴完全脱离 那我们再想办法从这个角度往外挡 让这根轴 让这一根轴 顺着 顺着这个位置 顺着这里出来 就是我们这两颗螺丝已经松掉了 已经松掉的话 我们利用的是这个 现在这个单向 这个这个轴层 它不是有个固定 或者在上面的 好 它现在它是它固定在这个轴上面 我们利用这个螺丝先不要松它 我们用这个 用铜棒或者是一些软的物质吧 就是不要太硬 铜棒来去这样 轻轻的往外挡 把这个轴给它打出来 如果这个地方到位了 看到没有 然后这个地方已经接触到这个面了 我们可以把这两颗螺丝松一点 这个地方已经到位了 我们要把这两颗螺丝 这个固定这个坐着的螺丝给它松掉 松掉 转 转到 好 这个螺丝也给它松掉 然后我这样可以把这个这个轴再往外移一点 等下我可以移出来一点 移出来一点 我这个时候再固定一下这个螺丝 利用再利用 等下固定完以后 我再利用这个这个力 好 我再利用这个力 把这个螺丝固定出 好 然后现在跑完了 那我再用再用这个螺丝 好 再往外来一点 就要重复这个动作 直到走 继续就这样 好 这个时候基本它就出来完了 好 我们再再检查一下 看看 好 这个时候就基本上出来了 这个时候这根轴就可以了 好 这个时候这根轴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这根轴就可以了 自由的在这个脱离的那一边 嗯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是这样 嗯 把这一根 单独的取出来 把这一根单独的取出来 把这一根单独的取出来 OK 然后取出来的时候 嗯 我们是要把这个 把这 这边这个轴扇拆掉 好 所以把这三颗螺丝都拆掉 拆掉以后把这个链子取掉 好 把链子取掉 我们利用这里的三个孔 利用这里的三个孔 我们想办法把这个轴扇里打出来 OK 先找一个像这样子的台面 架住这两 轴扇的两边 好 然后放在上面 利用这三个孔把轴扇拆掉 所以用三个大概四号的螺丝 反正就是利用这三个孔嘛 然后一样长的放进去 好 可以然后利用再利用一块板给它盖住 这个时候可以这样子的话 这个时候轴扇就基本上出来了 那我们再就是有一个单独一边位置在拆掉 好 这个时候轴扇就拆掉了 好 轴扇就从这里 好 接下来我们就是把这个这个座子破离到这个轴扇 或者这个轴扇 或者这个轴扇的话我们可以找一个圆的地方或者说这个也这个台面也可以啊像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就是把轴扇架上去架住或者说像这样子的圆栋也可以啊或者这样子的东西都可以啊 然后我们再找一个顶住内圆的东西 给内圆比内圆比这个轴扇那圆小 我们有这样的东西或者一个圆就顶住这个内圆把它敲 把这两个 接下来我们就是还是开始装嘛 现在我们全部拆完了 如何装回去 那装回去的话 首先我们要判断的是这个轴扇的方位 轴扇的方位 然后我们这个装这个东西这三样东西是有方向的 尤其这个轴扇它是单向轴扇啊单向轴扇我们需要的话就是这个东西哦 先这个东西是蓝色的黑色这一面要靠里边 好蓝色轴扇靠外蓝色位置靠外好 那我们可以先把这个这个先给它捞上去 还是按照刚才的方式打下来的方式我们反过来来装回去好 它等于是这样三个方向是这样子 这个在这边黑色靠近这里面蓝色靠近外面好方向是这样子 往上去 那按这个座子我们现在装完了啊蓝色靠这一边 那我们再把这一边好按然后给它敲 所以放在这个地方敲 可以 OK 好 现在装到位的话 我们拿到这一边 轴承只能往前 路能往后 这样子就是正确的 可以往这边转 路可以回头转 这样就正确 好 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链轮 让原位装回去 让我们把这个装进 原路装回去 好 还是一样这样放在上面 我们这一边的话 要把这两颗螺丝找到 把这两片螺丝 其中有一个螺丝 一定要对的这个平面 不可以像这样子 也不可以像这样子 像这样子的螺丝 就是有一颗螺丝 一定要对的这个平面 跟这个平面 跟这一颗平面 也是在同一条线上的 所以我当我们这个平面进去 我们看不到的时候 可以利用这个平面来确认位置 刚才说的这两个平面 然后要对着这其中的一颗螺丝 那我们现在这个平面就对着这其中的一颗螺丝 然后对着这个位置给它传进去 这个一定要对着一颗螺丝 现在如果等一下我们看不到这个平面 我们可以以这个平面作为一个参考 这样子我们轻轻这样 这边大概平的状态就差不多到位了 那现在我们现在确定的是这个平面 跟这颗螺丝在一个面上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螺丝给它做紧固 嗯好 如何松下来的 就如何给它夹紧就可以了 好 这螺丝一定要锁紧 有一步一步的把它紧固 都讲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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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小ems 2小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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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小ems 接下来我们就是对这个链条的位置 因为这个上面这个齿轮要跟下面这个齿轮要对好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从这上面放一条链条下去 跟下面那个位置对齿 好 把那个链条放上面 然后在上面这个角度 我们这里去看这条链条它是直的下去 好 直的下去以后就可以把这个位置给它固定起来 这个位置同样也是要固定在一个 这个屏面上面 那也是固定在这个屏面上面 一块螺丝固定在屏面上面 同样给它锁紧 然后钻到另外一颗螺丝也是一样 可以钻到这边的时候也是一样 对它锁紧 好 再把这个链条画下去以后 从底下把这个链条给它接起来 好 来 底下接这个链条 这个链条 你等一下把这个链条 按我们这个链条接完的话 这个松紧要适当 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 正常我们在链条上接完了 这个链条的松紧要适当 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 就是有一定的活动空间 如果需要调整 这三颗螺丝 这三颗螺丝松掉以后 是可以调整的 到现在我们这个螺丝有点偏 有点偏松 我们可以把这三颗螺丝 像这样你比较松的状态 我们可以把这几颗螺丝 给它松掉 松掉以后的话 这个位置调整 就是可以让它松一点 也可以让它紧一点 调整的效果就是这种 不要太松不要太紧 因为太紧是卡住 太松容易翘湿 好 按它调到一个合理的位置 就可以给它锁起 这三颗螺丝拆的时候 这一颗这个不松 不紧位置刚好的话 不用去动这三颗螺丝的 好 就是说我给你演示一下是 如果你遇到这个问题 你可以考虑用这三颗螺丝去 下来我们就把按到原位 给它装回去 因为我们从哪里拆的 给它装到哪个位置去就好了 好 按到这个位置 按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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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装上去 就好了 没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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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